欢迎来到今天的复盘视频 今天又是宝威尔演讲 基本上美股在老包说话之前是一路的冲高 老包说完之后进入了一些回调状态 基本上就是走这一个高位震荡 后期是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 我会在这一期视频里面去讨论一下的 Tosla DJT最新的调整点位 也会去跟大家更新一下 把这一个路线再去调整调整 今天的消息面这一边 对这两只股票来说的话还是非常的多 那么大盘在这一边主力也是举期不定 主要在等的 现在美联储主席Boware是已经做完演讲之后 今天是一个访问 在华盛顿经济俱乐部 但是主力这一边也是会密切的关注 明天7月16号盘前 UNH美银还有大摩的这三个非常重要的财报 技巧的公布 还有数据 零售数据也是会出来的核心零售数据 因为美国的这一个economy 它的经济是一个消费者的经济 所以这些数据还是相当的重要 如果是有经济衰弱的话 我消费者的信心这一边会不会进一步的下来 我们就看到领售数据呢 也是开始软弱下去啊 这些都是主要的市场的看点 好 现在开始我们去追踪一下 如果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敲响小铃铛 谢谢大家一直对我频道以来的支持 今天刚突破了18000订阅 希望早日走上20000 记得分享 记得点赞 好 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点评 今天老包去讨论的时候呢 我是直接有做直播的 欢迎大家去看直播呢 去得到这个详细的演讲 采访的这一个 采访的这一边老包去说的最新的一些 讲气的这一个步伐 那么一开头呢 他基本上就说了 I'm not going to give any signals today 就是他今天呢 也是不会给任何的这一个降息信号的 还是密不透风啊 我们看到对于降息这一方面 但是老包呢 是说 这一个最新的这一份CPI报告 因为他他没有直接说CPI报告 他只是说 头三个月 今年头三个月的几个数据呢 不是这么的理想 但是近期的这三个月 包括最新的一个呢 还是挺不错的 所以这里就会有市场这种说法 说那一个老包呢 是reassure on inflation progress 就是再次的稳住这一个市场 对于通胀被打压下来的 这一个预期啊 这个是比较比较重要一点的 然后老包同时也是再次的重生呢 不用等到2%才去降息的 因为他说 如果你等到2%呢 再去降息的话 it has waited too long it has waited too long 就是等了太久了 所以这边来说的话 就是主要看美联储到底在哪里 哪一个时间段呢 会进一步的行动 7月的降息的几率呢 基本上是降了下去了 我们盘中做的是15%吧 老包讲文化之后只有8.8%了 但是9月份这一边的这个降息几率呢 根据Fedwatch CME Group的这一边这个数据呢 还是非常高的 盘中应该是85左右 这一边是涨了两个点 到了87.6% 这基本上没有几率不降息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基本上是要么有12%的几率呢 降这一个50基准点 然后有87.6%的几率呢 是降25基准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市场非常高的预期啊 11月这一边基本上也是一样的啊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里呢 已经降了50基准的几率呢 是达到了6成左右的哈 所以基本上就是觉得 9月这一边美联储应该是有进一步的这一个动作了 有很多小伙伴也同时在问 老包一直说不降息不降息 为什么市场就会预期这一些9月和11月呢 因为老包今天在此重申吧 就是还没有达到足够大的这个多的这个信心呢 是让美联储移动的去开始做这一个降息的 但是他reach这个level of confidence 他达到这一个信心标准来说的话呢 是比较是一个随时的随时的这个事件啊 就是可能对吧 那三个数据不行的话 下一个CPI的数据跑到了9月那一边去 再做降息 然后看到失业力那边也开始有点危险的时候 是不是到时候美联储会对应这一个劳工市场 还有物价稳定的失去平衡的这个风险下呢 开始怕打压过头 然后开始降息 我觉得这是市场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注点 主力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前一期复盘我去讨论的啊 这一周的预览是这要比较小心一点 今天盘中呢有可能会冲高回落 也确实出现了我们看见在大盘和个股呢 都是有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周五那一边盘后更新的暗池呢 是主力减仓的 但是今天盘后之后呢 我特地等了这一波暗池是更新之后再做视频啊 这样子比较好的能去跟大家去说主力的这个动向 那么这一边它是加回来了 这个也符合起指现在的一个走势啊 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标普摆指数来说的话呢 今天是冲高 微落 然后尾盘想上来一点 但是没有站稳啊 然后在收盘的时候呢 又砸下去了这一个 我之前给过的点位 五六一六的附近 大家可以看到的啊 这个也非常接近周五的这个砸盘的点位 最后收盘是在五六一五 为什么要去测试这个点位呢 这里有一个缺口 基本上这一波呢是不缺口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实体是更加高的 应该是在我周五收购的五六二六附近 啊 sorry 五六五六二三附近吧 这一边 如果进一步往上的话 现在大盘走的趋势是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里是有一个上行通道的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四点呢 是连接的非常的好的 然后这里感觉是一个破底翻假跌破 明天周二呢 魔咒周二不一定是魔咒啊 有可能是往上冲刺的 啊既然这一边啊 案盘是有这个加仓的 明天我们再看一下 然后现在板块轮动非常的流行 今天有一个板块比较的弱 就是芯片半导体了 我们看一下明天英伟大AMD这些 能不能啊这个进一步起来 当然盘前盘前的这个三大的 巨金融巨头的这个财报非常重要啊 联合健康这一边呢 是医疗保险的龙头 美银还有大摩这一边的是投行 还有银行这一边的龙头股啊 也是非常的重要 嗯旗指这一边 我们可以看到尾盘 大盘跌下去这一个5615附近 补气缺口之后呢 啊在盘后呢 旗指已经涨上去了 旗指在啊这一个六点 美东时间呢 再次的开盘时候 直接是高开啊 一度冲到了5643附近去啊 回到了这一边对吧 跳水的这个高点 现在还是持高 亚洲已经开盘了 在5640附近 所以这一边就是看欧洲开盘呢 能不能延续继续的往上 再创一个新高 那么近期的新高呢 在这一边呢 是在566附近啊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看一下明天 是不是会反趋势啊 反不往上去上攻啊 这个就比较的是有意思了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 写一下自己的感想 嗯 另外一个点呢 今天先提前 先去讨论的是比特币 因为比特币在这一边呢 已经往666对吧 我们之前做点评的时候呢 也是说了 比特币下一个大的点位呢 应该是在666附近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根大阳线呢 直接是把它给拖上去了 那么这一边呢 毋庸置疑的是均线净差 均线净差 就看一下666能不能被拿下来了 当然这个周二有的时候 对加密币不是这么的有利啊 那为什么这里有一个round up 在不断的冲高 感觉好像是跟川总这件事情有关的 对 你猜的没有错 最近川总呢 发言呢 也是对加密币这一边呢 是比较有利的 但是这里主要冲着的呢 应该是这一个 Bitcoin的这一个会议这一边 Convention 7月25号 27号在Nashville Tennessee 这一边去进行的 那么到时候一些大的人物 像这个MSTR的CEO Michael Saylor ARK基金 方舟基金的这一个大大 这一个木头姐姐 到时候都是会去的 这些都是比特币主要的一些 加密币主要的一些人物 但是这一边呢 川总还是在遇刺的事件之后呢 还是被摆在这一个封面上面的 Bitcoin 2024 研究一下这一个之后 比特币的这一个大行情 是怎么样的走势 不知道那个Tom Lee 会不会去点评一下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啊 没有看到在封面上面 但是我们知道Tom Lee呢 是看好比特币 继续的往六位数字 这一边去冲高的 那么在这一边呢 既然这一个川总政策 这一方面应该是会比较 对于加密币亲民一点的 那么我们就看到 对吧 这一个比特币呢 在这一个的预期下面呢 就开始冲高了 今天基本上币股呢 都是一线的往上冲高 我们看到MARA Coin BitX这一些 全部都是起飞了啊 一会儿呢 我会去进一步的讨论一下点位的 所以大家记得坚持到最后 看到最后啊 不要错过这一些 这一些干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去看一下特斯拉这一方面更新 因为特斯拉今天是盘中呢 认出了一个比较重磅的 马斯克呢 不一定是发帖子 直播的时候我没有找到 因为这个是一个回复 我都已经跑去回复那边去找 但是没有来得及去看到这一个帖子 但是现在这一边呢 我就说复盘的时候呢 给大家补上啊 所以这一边呢 是有的 这里主要是讨论这一个 Robotaxi被推后了 8月8号 那个日历要改一改的啊 之后我们看一下 齐全是怎么样的去布置 但马斯克主要就是去说 Requested what I think is an important design change to a front an extra time allows us to show off a few other things 所以就是对于这一个 Robotaxi 它车子前面的一个设计上的一个改变 然后就是给这一个团队呢 多点特撒团队呢 多点时间呢 再去给就是另外一些亮眼的这一个款项呢 也是去把它给弄出来啊 其实我觉得这种推后呢 去更加好的啊 就是不是马马虎虎就是对吧 为了赶时间直接推出来的一个设计呢 应该是这一种的这个走法呢 是更加合适的 他不是说完全把这个项目啊 或者发布会完全的去给取消掉 只是把它给延迟了 那么这个就代表短期来说的话 特撒的股票呢 这一个利好呢 对吧 可能会因为这个利好被推后了 所以他可能就会被打压一下 但是波动率我觉得不怎么会跌 这里有dip的话 不就是形成7月23号财报前的一些这个买入 如果你想买这个run up的这个机会吗 因为财报之前呢 通常呢 他是会去这个做这个冲高的 另外一边呢 就是今天呢 7月15号到18号呢 是共和党这一边的这一个提名大会啊 RNC的这个convention 今天提名呢 是正式去宣布了这个窗总获得提名啊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一个 众议院的speaker Johnson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马斯克呢 也是第一时间的去恭喜了这一个窗总 另外窗总也同时的去宣布了 自己的这个Vice President VP副总统呢 会是这个J.D. Vance 非常年轻的一个参议员 所以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 马斯克在这一边呢 是再次的去啊 这个重申了 Excellent Decision By Real Donald J. Trump 非常好的一个决定啊 好 那么在这一边DJT呢 在RNC的窗总获得了提名之后呢 盘后呢 倒是有跳水的 这个要注意一下 主要是因为这个股权被稀释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在这一个七月初的时候呢 已经去讨论了 会进一步的去发展TMTG这一边的 这个Truth Media 窗总媒体的这一个业务 那就代表呢 他们其实是需要多一点这个款项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有这边的这个设置啊 其实前面几次已经增发过 也稀释过股权呢 那么这一边呢 TMTG呢 早期呢 已经去说过 这应该是在7月5号的时候 已经有3.5亿了 但是那一次的这一个SEPA 也就是Standby Equity Purchase Agreement 就是你随时可以去利用这一个呢 去进一步的去拿到这一个资金 因为你要去扩大这一个媒体业务的话 这个公司的媒体业务的话 肯定是需要资金的嘛 因为它还没有是一个实现利润盈利的这一个公司嘛 所以我们就看到有这一方面 当然稀释股权的时候呢 像这种增发来说的话呢 就比较的是会让股价呢 有这个短期的这个压力 看一下过两三天能不能上去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因为其实本来 为什么不是更加长的时间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的交易量非常的大 特别是经过这一个轩然大波之后啊 看到这个遇刺的事件之后呢 DJT的关注量倍增 所以今天的交易量呢 DJT呢是7600万 平均的交易量只有681万 今天基本上是达到了接近13倍啊 超过12倍的这一个正常的交易量 所以在这一边呢 如果它总共是3700万 就sorry 3700多万的这一个个股来说的话呢 那只是今天交易办的一半左右 所以我们看一下它要多久呢 才能走完这一波的这一个 吸食股权这个增发啊 然后这个影响结束之后呢 我们应该看到DJT有可能进一步上去的 好 现在做一下这一个个股技术形态的这一个讨论 那么来到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DJT呢 是直接冲到了这一个均线之上去的 那么点位呢 跟我昨天去复盘讨论 sorry 跟我昨天预览视频 夜盘预览视频 我说在4045左右有一个震荡区间 然后要突破这个点位呢 才能去拿到45和55 那么今天最高点基本上就是在46.2左右 所以它大部分今天的这一个走势呢 其实都是在这一个幅度之间的 大家可以看到46.2是一开盘的时候 但大多数的时候呢 就是基本上是在40附近呢 是在震荡的 下线呢是在38左右 上线呢是在42 那么这里如果跌下去我的均线这一边的话 我均线第二根支撑线是在36.87左右 EMA均线的这个支撑 那我看一下这个均线支撑管不管用啊 盘后现在DJT收盘是在36.52 那基本上就是跑到了这一个EMA均线这一边 比较要小心的风险是补齐缺口的话是31 那样子我觉得走的是完全是有点弱 因为这就等于把这整波利润全部都给送回去了 所以遇到腰股的时候呢 还是要记得四个字啊 入带为安 减轻自己的风险 因为比如说拿着有像那个500股1000股的话 那为什么不可以分一批批的把它给套利呢 这样子对吧 拿到最后的时候 如果你是满仓再去操作的话 那肯定相对来说的这个风险呢比较的大 但这里有可能只是做一个pullback呢 然后进一步的往上 做一个回踩之后呢 进一步的往上去走 就等他先把这个抛售压力 这个sepa的抛售压力走掉之后呢 再往上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有很多个股近期呢 是做这种跳高回踩均线 再继续往上去走的 莫过于Rivian了吧 Rivian那一次非常的亮眼 对吧 就是像那个那句话说的好 失惊无神 突然的就是往上去冲了 那么当时的这一个走势 后面走势我们没有看到的话 不也是一个均线 对吧 金插之后呢 直接的走了一个高的突破 然后回调了大约是一二三 不就是我说的两三天吗 那两三天为了去干什么呢 回踩确认均线这一边的支撑 13.41左右 之后没有涨吗 大家可以看到之后就直接起来了 现在是跑到了18这一边去了 交付数据财报出来了之后呢 我觉得这一波就差不多了 财报还有一段时间 在8月6号 然后近期来说呢 如果是真的是牛市开启普涨的话呢 那这里是有进一步冲高的可能性的 但基本上每一次过去的财报里面呢 它都有这一种run up的行情 有的时候是会出现的 就看一下Rivian能不能进一步的往上去走了 Rivian再往上去走的话呢 我觉得是这一边 22缺口下方 补期缺口呢 是24 23左右 所以Rivian如果在关注的话 可以去看那个形态 为什么我觉得Rivian这一次 是一个很好的形态的例子呢 因为它这一波有可能释放出来的力量比较大 这里一个跳空 这里一个跳高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倒过来的头肩顶的孤岛反转形态 那么之前特斯拉的孤岛反转形态 大家都见识过的 所以Rivian现在开始往上去起脚的话 应该走势还是比较的猛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买入量呢 比前面呢是非常的高啊 所以近期Rivian走的是不错 但Lucid那边 Outside那边就大跌往回头走了 毕竟每辆车子卖出去都是流了不少的血 留在这个PIF的这一个身上啊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去看一下TSLA 特斯拉今天呢 也是跟着冲高回落了 那么大家要小心的就是 最近还是在放量的啊 所以是高 高位在做这一个震荡 那么我们在给的这个点位呢 就基本上是264左右的这一个压力支撑呢 在253附近的 为什么这里有些支撑呢 咦这里不就是缺口上演吗 今天其实一开盘的时候 他回踩过的 直接就是往上 直接冲到了264附近呢 被打压下来的 所以可以注意这两个点位 补齐缺口的话呢 就变成是250防守站的 这个要注意一下 那么特斯拉这里是走坏了自己的这个趋势吗 我觉得是显然是没有的 这个盘中直播已经说过了啊 大家可以看到的 基本上呢 Higher High Higher Low 今天的这一个低点呢 没有低过248这一边 所以这现在来说的话呢 这个上行趋势 明天再次站上均线的256左右的附近吧 开始往上去冲的话 他还是有可能继续的往上去挑战 把264这一边突破 然后去看一下270 能不能进一步的拿下来 因为在这一边还是那句话吗 Robotaxi的发布呢 只是被推后了 不是被取消掉了啊 而且这个只是为了给出一个更加好的一个unvealing 更加好的这个揭开这个神秘的 神秘的这一层的神秘感啊 在这个Robotaxi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看到 到底是长的是什么样子的 还有这些功能来说的话 财报那边我看一下 有没有一个预览 有个preview啊 能告诉我们进一步的 因为财报来说的话呢 大家就想涨了这么多 实际财报出来了 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冲高 还是会就是估值过高 这个就是一个大的讨论点了 这个周末呢 我是打算去做一期视频呢 去陪大家好好的去讨论一下啊 所以还是那句话 记得分享订阅点赞 不要错过我的这一个更新 如果有小伙伴呢 是想加入这个会员 了解更加多 学习更加多股票的知识 分析齐权啊 各种的各方面的均线利用 怎么样可以达到更加好的这个操作的话 欢迎大家扫这一个二维码入群 去咨询我的会员情 期待早日跟大家一起作战 好这个我基本上呢 这个有效期是七七天啊 这个我两天前发的 所以还有五天左右啊 所以不用担心 如果没有在啊 那个视频里面找到的话呢 我的这一个社交 tab那一边呢 是一直留着这一个连接的 好接下来呢 我们去讨论一下 这一个NVIDIA啊 英伟达 那么英伟达来说的话呢 我是很啊 这一周呢 我是重点关注英伟达的 因为大家也看到了其余的那些走势呢 有一些都是已经冲高了 但是这一个双底啊 长得是太有吸引力了 特别是在这一个超级牛股 英伟达上面 多重底部形成了一个 类似于W的这个结构 这里就基本上看 它能不能起来了啊 如果起来的话 注意130和132附近的压力 130是大一点的这个点位 然后就是把132这一边的 这个压力点位呢 给拿下来 132拿下来的话 135136这一边呢 就主要的是有机会了 这里看起来 它想往上冲过去 那么主要就是先把均线拿下来 把这个W走出来 英伟达 NVIDIA SOXL这一些呢 基本上就是啊 这一周比较重要的一个关注点 AMD我在直播里面 已经做过了啊 三重顶部 如果英伟达起来的话 AMD确实有可能起来 压力在187188附近啊 这个点位还记得 因为直播的时候 我们进去讨论过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一个加密币的分享 那比特币 我已经说过了吗 666附近的转折点 所以已经开始接近了 我们先看一下Coin Coin是242 但我不是很喜欢 这个收盘的形态 第一呢 它是不断的缩量 尾盘也没有怎么起来 第二呢 这个是一个头肩顶 所以这里被打压下去的话呢 要比较小心这个点位的 我觉得应该是这一边 235左右 我自己画了238 作为之前网上冲的一个 第一个压力点位呢 第一波确实是到这一边的 然后现在呢 是进入了下一个区域的 最理想的 它去做回踩的话呢 238这一边能守住吧 但我总觉得 它有可能想去碰这个均线 235这一边吧 比较的重要一点 如果进一步的 往上去回踩 玩周三 对不对 如果大盘还OK的话 继续冲高的话 就是看会不会进一步的 往260这一边去冲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260是非常大的下一个点位啊 前面掉下来的时候呢 也是走一个头肩顶 往下走 然后这一波来说的话呢 就是做一个 类似于我想英伟达走的 因为这一根大阳线呢 大家也没发现 其实这个形态 跟刚刚我看的英伟达呢 非常的像的 因为英伟达基本上就是 这一根大阳线没有出来嘛 然后做双底 然后这一边 它是出来了 涨11% 不是说英伟达明天要涨11%啊 放量 但是觉得英伟达那一边呢 应该是有机会的 毕竟已经被打压了非常多天了 就是看能不能进一步的起来了 这里超远呢 也是有一个的啊 可以看到进一步的想上去 这个超远的这一个呢 有点像SMCI的这一个走势 因为SMCI呢 也是尽量的想去稳住啊 这里反正就是有非常多个 类似于W的这一个结构 所以SMCI也在均线这一边 这个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周三周五那一边呢 有可能做提前的财报的这一个预告 就是把一部分的财报给披露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里呢 还是有可能再去攻击 之前说过的两个压力的点位 963和1000啊 963和1000 大家可以看好这两个点位 好 那么最后我们说一下MARA吧 那么MARA呢 是B股里面差不多今天算是最亮眼的 这一只以前的这个腰股呢 又再次的回来了 之前他是在走这个上行通道里面 然后被打压出去了 现在是再次跑回来了 就是看能不能进一步的上去了 那么今天比较 比较不明朗的一点的 就是他到了一个密集的一个压力区域 可以看到为什么呢 这里24.5之前呢 是做过压力的 再往上拿的话 应该是往27这一边去走的 所以可以注意一下 但是主要就是比特币呢 要看他能不能进一步的往上冲刺 但大家这样子可以很明显看到的 起脚了 所以他的技术面走得非常的公正 但继续往上走的话 下面的这个压力在这一边啊 28是有不少的 对应的前面的缺口 所以2728呢 应该是下一个这个区域 有可能是继续往上走 7月25号27号 才是那个Bitcoin 2024年的这一个 大的这个活动 这边主要是有放量啊 所以比较看好就是能不能进一步的往30 2728充满之后 有没有可能就是进不得上30 好今天就先啊 这一个复盘到这里了 现在观看 记得分享 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虽然 메이크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